第三十二题如右图所示小明手持指尺指尺下端零点位于小华拇指与食指之间小华一看到小明松手随即抓住指尺结果指尺落下约20公分 若重力加速度为10公尺每秒每秒请问小华反应时间大概为多少秒 这题也是如果带公式可能又一个公式就解决但是我们还是用上课教的VT图来做 VT图这里是一个自由落下然后凑到重力加速度所以初速为0的等加速度运动斜直线 我们不晓得反应时间是几秒也不知道抓住的时候速度为多少 但是我们晓得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面积代表位移 这个面积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呢就是要底乘以高除以二是面积 所以底乘以高除以二要是面积但是要注意这个是20公分 这边是公尺所以要做一个单位换算所以20公分等于0.2公尺 那么但是我缺少一个V我才有办法求出T那V怎么办就要找到 所谓的直线求加速度加速度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速度变化 我0秒的时候速度是0T秒的时候速度是V 然后我的加速度呢是等于10所以我就V就会等于10T 那我们就带回来10T乘以T除以2要等于0.2 10T平方等于0.4T平方就等于0.04所以T就是0.2 所以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小华的反应时间大概是0.2秒 第三十二提问我们说请问小华的反应时间大概为多少秒 我们答案选的是C0.2秒